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会讲一下强迫性强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自然疗法 强迫症我们常常听人说强迫症 但究竟它的症状是什么呢 是会强迫人去做事还是强迫自己去做事 还是怎样的呢 究竟它是什么症状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是遇过的 或者有时自己都可能会有不同程度有这样的行为 是对的 譬如有些人出了外途 然后就想一下咦 我家的那个那个爐做的令火好像 锁了,但他很快就忘了有没有这样做 会走走走回出去 这些行为其实都挺常见的 有时候当年纪大那些可能容易一些 一般人就是当他自己觉得记忆力差 或者经常怕着可能不记得 也有种你见到那些人就经常觉得骚髒 有菌 经常不断去洗手 洗完又洗 洗完又洗 洗到一天可能洗几块肾 洗到手的皮都烂了 这种强迫不合理的行为 一般的洗手很合理 但是是一种很极端的重复行为 这个我经常都会见得到 通常很明显这种毛病的人的背后 通常都是有一些焦虑的问题 或者有些情绪低落那些问题 但是这些人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这么说是很靠得住的 做事是很准确的 很认真的 是很守时的 他做什么都好 他那个要求是很高的 还有他那个所谓社交的规律 都是比较上是很遵守的 通常这些人就是意志 决心很强的 做什么都好 都是会很坚持去做的 就算遇到一些困难也好 他都是坚持的 通常他们的情绪 可以这么说 每天都可以说 很预测得到 他不会整天变来变去的 当然这些是我们叫做好的 即是人的性格 但是这种的人 有另外一面 有时候你会出现个问题 他可能会坚持一样东西 但是他坚持到成为一种固执 他很准确要做一样东西 最后来 去搞到是对一些很无谓的小节 都很过分关注 是吧 有这些人 可能他本身的道德水准比较高 但是也可能是变了一种偏僻 偏见 对某些人看不过眼 会特别有反感 当然这些人很多时候 因为他那个情绪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什么改变 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他没有什么笑容 没有什么幽默感 这就另外一面 当然可以看到 这些所谓的性格的毛病 强迫症的性格毛病 可以这么说 很多这些一般的 日常生活上是去到很极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们是缺乏了一种对新的环境 一种适应的能力 即是很僵硬的 他自己的观点是很僵硬的 还有是对很多问题 都是没有什么弹性 没有弹性去处理得到的 这些人通常就不喜欢任何改变 喜欢一个安全的习惯性的习惯 这些人通常就没有什么想象力 通常是遇到一些机会 都没有办法去即时去争取这些机会 这些情况 很多时候是成为一种 一种有障碍性的完美的主意 令到很多一般的工序 都成为一个很困难的 令到个人是做一件事 总是做不完的 因为他有很多的细致 他一定要做足的 变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变成他做来做去 是拖很久拖很久做不到的 当然如果他是在道质方面 标准太高 有时遇到一些 有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他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也都觉得是很内疚 变成他在享受 欢乐的能力是减少很多的 通常有些人 你觉得这些人 其实是没有什么笑容 是没有什么音乐感 当大家很开心的时候 他好像不安的情绪 还有他们做人的态度 都是有一种道德感 很强的 也有时候 那些人就会 比较是孤寒的 就是去到很极端的 很少会 给别人的礼物 送给别人的礼物 或者喜欢接受礼物 有些人很多时候 这些人可以这么说 是很难做的决定的 只要吃什么东西都好 又会考虑很久 问来问去 问了之后 他又会改变主意 例如减衣服 他又买了一堆鞋 这堆好 拯救不住 你问到他之后 你讲到答案之后 他也会有人想起来 又又又又 就是没想到的 那 很多时候 他们遇到一个新的环境 都很难去衡量 那个那个轻重的 导致他在作决定方面是迟迟很迟 不断的问来问去 当然他们背后也都很怕会犯错 所以他们经常都感觉 如果是作了一个决定 如果万一决定是错 他会很难受 很难接受到 这些人很多时候 就是很难接受被人批评 很敏感的 你小小说他 他的反应很强烈 也很明显 他很介意别人怎么看他 如果对他的杂麻比较轻微 他都会反应特别强 有强迫性的人 通常情绪比较少 不多表达 其中的原因是他可能是抑制他的 抑制他可能是因为有恐惧 亦都可能会有些后悔做那些事情 如果有些人是不小心 作妨碍到他的日常生活 那个惯性的生活 他会很不开心 会吵架到很厉害的 为什么很多时候 那些人会出现这些强迫性 重复重复呢 其实很大的原因 背后 他们有很多焦虑感 他很焦虑得来 他不知道做什么好 唯有没有重复 又重复做 就是做着先 因为他决定不了 自己 整天怕自己 会不会做错了 所以他就会 很多时候 就会发现这种 做完又做 做完又做 就是他做着先 他没想通 就继续做 就继续做 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这种情况 好 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 在那些年轻人 差不多在年轻人 年轻人 青春期 或者二十多岁 早期 就开始出现 而发病的人 是女士 即女仔 是比较多些 还有那种情况 你会看到 譬如有时候 我们这些人 对一些 有些情况 他会 特别觉得很危险 其实就不是太大问题 他们就会常常会害怕 像我曾经所说 常怕 会不会 就是家里的那个 有没有香烟 未禁锡 有没有火 没有好 因为会怕 可能会笑难 也可能有时候 他常常想像中 走过马路 即是会 有些车 会将那些行人 是撞到的 那样 那常常就很不安全 那样的 那所以 常常是检查来检查去 那还有时候 他们老海中 有一些很特别的感觉 尤其是在性方面 有些古怪的念头 那他自己感觉得到的 他自己知道 这个是不应该这样感觉的 但是呢 他们就是 就是阻挡不到的 那 于是乎 就变得是很敏忍 也都很害怕 那样 那有些人呢 他怕着呢 就是家里会不会有些 有些人呢 就会突然之间 会伤害其他人呢 那他就会将所有家里的刀 啊 刀片啊 所有尖锐的东西 可以做不好的东西 那就是 保命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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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样 de 那 那这些都是呢 是很多这样说的 是一种 就是一种 行为上 看得到的 这这种毛病 这种病 这种病的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 经常呢 是关注一些 很抽象式的 那些问题 就是 好像 经常去问一下 就是 去研究啊 这个世界的 有没有永恒啊 永恒的成质 其实可以这样说,一般人都会想,但想完了就不会再理会 但有这些无病的人就没办法了,他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他就会令到他自己很痛苦,很焦虑 好了,这类的病,其实背后是怎样去诊断呢? 其实诊断主要都是根据我曾经所说的症状,行为上的症状 很多时候这些症状都是我曾经所说的,容易在年轻的时候出现的 也很多这些病人通常背景很可能会有情绪的抑郁 或者过去有情绪的抑郁,或者家人都可能有相似这类的问题 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处理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诊断都是基于行为的症状去处理它 好了,通常这些问题能否控制得到呢? 在一个人一个人的一生呢? 很多时候,这些神经质的行为 可能会过两三年左右 他可能会自己会慢慢的减弱 但是也很多人是持续的 持续他一生都是困扰住的 搞来搞去都是搞不到的 有些人就很可能需要去医治 但是很少这些问题是严重到要入医院 因为很多时候他都不是真的伤到人的 通常就不会说去住院这些问题 在治疗方面,在现在如何处理呢? 在现时的一般的传统的医疗 惯常的西医治疗方法 当然都会用一些所谓的心理的开解 辅导 但是这方面如果是做的时候 通常都是要在他处理人生的问题 尽量开解他 但是有些人就用一些所谓的分析性的心理治疗 就是Analytic Psychotherapy 就是很深入去企图找到他 什么是令到他出现这些问题 在现在的医学经验 发现这个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很多时候是找到一些 令到他更加深层 将他的思考越来越沉入 沉入去一些无关的痛痒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 Analytic Psychotherapy 是分析的心理学是一般的 有一种叫做行为治疗 行为治疗在现时阶段 都是可以说实现性的阶段 其实都不知道多有用 当然在医学上 通常是只能够用一些抗抑郁的药物 严重点是用电击 用Electro Compulsor Treatment 就是用电来当精神病的时候 是严重的 是曾经试过的 但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种方法是很野蛮的方法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伤了脑后 对这个问题未必有帮助的 现在很多时候病人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 这些一般病人 都会吃一些精神科的 叫做三环药 三环素 Tricycic Drugs Electro Treatment 这些食物 通常是惯用的 通常要用它 至少两三个礼拜 才可以慢慢看到效果 所以用起来的时候 都要比较长的时间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和大家分享强迫性 强迫症的自然疗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绿庄二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庄二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你现在听的是愿网台 我是心灵对话的Carmen 欢迎回来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强迫性强迫症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 近年有很多成长中的小朋友 都有自弊症和过度活跃症 究竟背后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发现 其实这类的病 包括我齐斯所说的强迫症 这类的问题 最近我都看了一些新的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些年轻 瘦子的问题 其实是很严重的 在外国 在美国来说 百分之五十的美国小朋友 都有一些慢性的病 而百分之二十一 是有些成长期间的问题 曾经所说过自弊症 我们之前的数据 自弊症是越来越多 多到多少 现在可以这么说 男子来说 二十八个男子 有一个是有自弊症的 整体来说 以前的数据是五十八个 小朋友里面有一个 现在男子差不多二十八个 有一个 在2007年 那个 那个 夷科学会的公布 他说 在百分之四十三到五十四点一 的美国的小朋友 大过三千二百万 是一种慢性的健康的毛病 那么2011年 在有一个 有个夷科的雜誌里面 他公布 他说 在1997年到2008年之间 自弊症 那个 过度活跃 关注的问题 和成长的问题 是增加到很多 增加到成过千万 那就是可以这么说 是多过百分之十五的 小孩子 三岁到十七岁的 都出现这类的问题 就是过度活跃 自闭症 就是成长期间的问题 那么2011年 那个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例如 这个 那个 刊物里面 文献里面 就说 现在美国 是有全世界的 最高的 bipolar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躁屈症的问题 差不多是4.4% 是最高的了 就是历史上 全世界是最高的了 那 2013年 那 他们发现呢 就是自闭症 过度活跃 关注问题 还有呢 那个 成长的问题 差不多是占美国 十元仔 百分之二十一 你看看 这个最新那里 是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 OK 之前那里呢 是说 2011年 是说 15% 现在已经增加到 百分之二十一 那么多 那么好了 其实呢 背后 为什么会突然间多多这些呢 那 我之前呢 和大家介绍了一本 很好的书 那这本书 可惜呢 就是 出版社 就已经断了 但如果你去 上网去买呢 还有机会 买得到的 那这本书呢 是个名字叫做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nd the Criminality The Medical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Brain 那作者是 Harris L. Coulter C-O-U-L-T-E-R 那大家希望呢 如果还有兴趣呢 你去试下上网呢 就买这本书啦 那我知道还有的 那我大约 也有些 朋友呢 就说呢 他这些价钱呢 就推得很高 那我相信 不一定的 因为有一些 旧书啊 都有人会放出来的 那个书名叫做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nd the Criminality 那作者是 Harris L. Coulter 那他这本书 上得很清楚 很清楚的 那他就提出一种的症状呢 叫做 后脑炎症后群 他发现呢 其实呢 我们每次打针 打下去的时候呢 就出现一种 身体一种反应呢 就是你以外来 物质 穿过皮肤 那 襲击身体呢 身体就出现一种 炎症的反应 那很多时候的炎症呢 是出现在我们哪个地方呢 是出现在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腸壮那里 那 那 由腸壮呢 是出现很多的 腸胃的敏感 那 那 跟着呢 就是影响我们 那个食物 的 腸流 那 令到食物呢 是进入我们的血液呢 进入脑袋呢 是出现我们的炎 就是影响我们的脑袋 那 亦都很多是因为呢 是我们直至那个发炎呢 是我们那个脑的地方发炎 就是脑炎 那样的 那当然呢 经过脑炎之后呢 那脑 就是不多不少呢 一定是伤了的 那所以呢 在他那个 这本书呢 是解释了 那其实很多很多的 我们现在看到 多了很多这些这样的 健康生物体的问题 情绪问题 精神的问题 呢 行为的问题 学责问题呢 其实这本书呢 是解释得很清楚的 和这本书呢 他背后呢 就有很多 医学文献的数据 就是 他是数以 个 几百的医学文献的资料来的 就是不是一个 口喊喊的 这些全是精神科 医学 医学文献里面呢 是解释了 他这本书所说的一样东西的 那所以我一直都强调了 就是我们打针 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人类的健康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是不能够打这些 疫苗针 可以打得好的 那通常我们的 绅士们的那些 一般无病呢 是要经历过 跟着自己身体打仗 打赢它 就不是用药去按它 那我才能够 产生正常的免疫 如果用这些 这样的打针方法呢 背后的副作用是很严重的 最简单来说呢 你这个10元仔 那个IQ 被他打低 5分10分已经很不值 现在这个社会竞争 那么激烈的社会 我们遇到这些 这样的创伤是很不值得的 所以呢 我都常常都 叫大家多看这些资料 是不是 我已经说了很多的了 那么 其实这方面的资料 很多很多的 那么最近呢 在美国呢 有一个 有个纪录片 叫做Vax Vax 就是大家 听到的名字 Vaxination Vax Vax 那么呢 这个片集呢 是在外国呢 就先开始播 希望呢 就将来很快 就有些DVD出 大家可以直接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有一位美国人 他就出过一系列的资料 他就是关于那个癌症 他出了两系列的 过去两年呢 就叫做Quest for Cancer Cure Tai Bollinger 那么他访问 访问几十个医生 还有那些病人 家庭 那是广泛他们 就是那个自己经历 那么听闻呢 Tai Bollinger 会下一步呢 就会做这个同样的 就是访问那些打针的问题 那么 其实呢 他最近呢 他出了那本癌症 那本书呢 好像差不多是 最暢消书的第四本 所以是非常之 一开始的人呢 就是我们主流传媒 就不会说的了 你都不要浪费时间 去那里找这些资料 那么自己 幸好现在我们的 互联网方面呢 有很多的自由的发音的讯息 那当然呢 很多人一和他说这件事呢 他都说有很多假消息的 那我想假消息呢 不会多过主流传媒 是不说给你听 哈哈 他是选择地说一些是 就是真正的东西 他不会说给你听 那其实问题 一样那么严重的 那所以希望呢 大家在这方面呢 就是自己要争取吧 好似我这些网台呢 在外国是多很多很多 就是过千的 真的 那这样听呢 都是听不完的了 那我们希望呢 在中文方面呢 我们就希望呢 做回我们能够做一些 那样 袁医生啊 那你提到那么多症状 那如果一般的话呢 可能会用行为治疗 药物去医 那但是药物又有副作用 那在自然疗法方面 有些什么可以帮助到 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那其实这类的问题呢 就是包括情绪低落啊 过度活跃啊 有经向的问题呢 发现呢 在英国呢 英国有一个叫做 Institute for Optimum Nutrition ION 在英国 还有美国呢 有叫做Fiverr Treatment Center 在美国这两个中心呢 最近呢 就发现呢 但当数这类的病人呢 他都有一种叫做 那个组胺 即Histamine 是身体特别高的 那这个 他一个Term 叫做Histadelic Histadelic 那就是这种这样的毛病 这种的状态呢 Histadelia 这种状态呢 其实呢 可以呢 就是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呢 去对液酸的处理的问题的 那出现一个症状呢 就是你越酸 越酸 越用得越多呢 你的身体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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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呢 是特别高的 那就是如果身体发现呢 那个是高Histamine水平 就是那个 那个 组织胺是特别高呢 那就容易出现呢 那个人会有过度会有 还有些强迫性的行为 还有情绪低落的 那好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身体有这个 有这个问题呢 有这种所谓叫做Histamine 那个 组织胺的水平 是特别高呢 那样 那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呢 如果 这个不是八轮值白的 如果你发现呢 你很容易在 就是光的太阳之下 会打刺的 嗯 或者呢 有时你发觉自己呢 在你的枕头上呢 就常常听到密博的声 在头上听到密博的声 那也都可以呢 就可能呢 就很容易流口水 流得比较多 和经常失眠 和经常是背痛啊 胃痛啊 肌肉抽筋啊 和呢 是有惯常性的头痛 和呢 是有季节性的敏感 和很喜欢喝大量的酒 和吃一些情绪 就是会干扰情绪的那些药物 这种这样的 这种有这样的忍的人呢 那通常呢 就是 其实背后呢 就可能这个问题的 是那个 那个Histadelic 就是那个Histamine 是特别高的 好了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就不是简单 用一些营养素 去补充的文章 的 他们呢 是应该呢 改变它的饮食 那转做一种 我叫做低蛋白 高 複杂碳水 泡合物 的饮食方法 那就是 High Complex Carbohydrate 就是吃多些 谷类啦 比如十福饭 五谷米 豆腐啊 这些 这些是复杂性的 碳粉 就是碳水化物 那当然 蛋白质呢 是低的 就是肉类啊 鸡蛋那方面比较低 那还有呢 就每日呢 可以 吃多些 钙的补充剂 差不多500mg 一日两次 还有有一种 氨基酸呢 就是Mafine 就是甲硫氨酸 那500mg 一日两次 还有呢 就米加三的脂肪酸 那用这种方法呢 Fiverr Center 在美国这个 这个呢 发现的改善呢 差不多是十个有九个病人 是改善了的 而十个病人 有六个里面呢 是不需要再吃一些 传统的抗抑鬱药 那就是说呢 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抑鬱的 情绪的问题呢 可以不妨试一试这个 很简单的 就是低 蛋白质 高复杂的 碳水化合物 还有钙 阿米加三的氨基酸呢 还有呢 就是甲硫氨酸 这个简单的 就是营养的 补充剂呢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些什么 可以帮得到 这类的问题呢 OK 在那个营养补充剂里面呢 我们呢 第一就会考虑几样东西 那譬如有些人 因为他睡觉出现问题 可能容易醒啊 又很难睡啊 整天都要熬夜 其实熬夜 其实熬夜 就睡不了了 那我当然用一些简单 一些的 譬如那个色胺酸 Triptophan 这个是牛奶里面有的 我有时想起来 喝一杯牛奶呢 其实都是因为有这种 胺基酸在里的 色胺酸在里 Triptophan 那也都用 退下激素 这些都帮助你睡觉的 那另外的营养补充剂呢 我就用那个保脑 我们叫活脑磷 我们健康店有这个工具 叫活脑磷 其实它主要的成分呢 就有 Phosphatidylcholine 即是磷酸光胆 碱 Phosphatidylcholine 还有呢 是Phosphatidylserine 其实这两种的营养 就是那个胆 那个胆 那个胆呢 其实呢 都是跟我们那个血清素的 那个生神代謝有关的 那也都可以说呢 是控制我们的 那个血清素 那个血清素 重涉的抑制 那么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发现 就是可以帮助得到 这个血清素 那个生神代謝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Inositol 那Inositol 就是一个营养 就是营养素 那也是我们的身体 那个神经传递 那方面呢 是是帮助的 那因为它影响 我们那个血清素 那个接收站 那个机制的 那Inositol 也是其中一个营养素 好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如果我们发现呢 我们可能用头发 测试 重金属的发现 如果原来它有 重金属的问题呢 那我就用佛石 烧泥 是帮它减低 这个重金属的问题 那另外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以在早餐里面 食物里面 就这样吃多些 那个卵磷脂 那些粒 那很多 在健康店都有这些 那每日 那就是在食物里面 加它一一一 一汤筋 两汤筋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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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有 就是曾经所谓的 Inositol 就是那个基醇 Inositol 的中文呢 是翻译呢 叫做基醇 那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的 那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呢 我们呢 就会用一种 叫做 Carnocene 其实叫做基态 Carnocene 那这个也都帮 就是发现呢 就在 在那个 神经系统 那方面的 功能呢 是要六个礼拜 已经看到 就是改善得很好的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Nac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那些 去蚕素 都有这个成分的 那我们叫做 英文叫做 Nac Nac N N 就是这些 就是强迫症的 强迫症的强迫症 是有它有 undergoing的 是 这一节时间 差不多 一会再回来 继续愿望台 自然疗法与你 强迫症强迫症的自然疗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听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圆网台 我是长焦低炒的阿姆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com.h 今天回来环保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强迫性强迫症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刚才提到饮食 有些营养补充剂可以帮助到 那在同类疗剂呢? 同类疗剂方面应该都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的资料库里面 其实我们都有成用过大概有24种的同类疗剂 24种在不同程度上是成功地处理到这类问题的 有些可能是很徹底医疗 也有些会改善 好了 大家可能都有少少认识 就是做同类疗法的治疗里面 我们由24种疗剂里面 我们是要选择 起码过去不是一定是24种疗剂 是成功疗剂 我也要去考虑要选哪一个疗剂 在我同类疗法 我们有一个资料库 我们叫做字典 症状的字典 我们英文叫做repertory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幸好有这样的工具 由症状方面 我们查病人其实他有什么症状 表现了什么症状 我知道每个症状是有什么疗剂 有这个症状的 我们就要做这样的调查 问证 跟着就做一个分析 有时候有些电脑是帮忙 要不然整个过程是会很慢的 譬如我们要看什么资料 在我们的症状资料库 我们会考虑有些症状 譬如那个人是不是很准时 在同类疗法 准时也是一个性格 会不会他那个要求比较特别高 高到可以这样说 是有些叫做我们叫做 阴尖 或者有一些完美主义 也有时候 他就会太过 脑袋太过关注一些 琐碎的问题 这些这样的症状 也有时候 看看他们是有没有 社交的惯性方面 有些人是特别小心 或者特别是怕那些法律的 有些人是完美主义都很厉害的 有些人就不能够忍受那些 不公义的行为 也都看一下他那个决心 有时候他可能是很认真的 可能是很强硬的 这是一个症状来的 背后都有不同的疗剂 当然有时候是出现 他的坚持 即是一种不理性的坚持 会变成固执 或者一种 我们叫做 fanatic 即是一种差不多宗教狂妄的 疯狂的程度 也有时候 我们看看他 会不会有 不容易笑 不容易开心 有些人很怕 不喜欢笑 当然这个在同学疗法来说 都是一个有用的症状 比如从来都不会不笑 然后同学疗法的经验 试过 从来不笑的人 有哪几个疗剂是有这种症状的 我们就会考虑很多很多这种症状 包括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是不是呢 或者是不能够决定 做事是由而不决 或者是他个人是很不喜欢有社交 喜欢独处 很容易闻诊 其实我们都要问清楚 很多方面的问题 比如有些人是特别沽航 或者有些人是特别乱花钱 那在同学疗法里面 我们在那个资料库里面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症状 那我们根据这个症状 来到统计了之下 含量之下 我们就再能够是帮助我们 找一些相关的疗剂 那么 相信大家 因为很多我们已经开了班 在同学疗法里讲了 都成很多同学 都学过的了 都成过百的了 已经有人上过读了 那我们有成很多的疗剂 那对这些同学来说 他可能都 我说的名字 他可能都有一些意思 听到的 那不妨跟大家分享下 比如有一个疗剂 叫做马六甲斗 anacardium 那还有一个疗剂 是那个 Argentin nitricum 是硝酸银 那有一个就是 那个伸 就是生矮 这个是大疗剂 那还有一个就是 黄金 Orum 黄金的疗剂 通常是情绪低落很紧要的 那跟着 钙 钙的人很劲力 很细致 做事 那跟着 还有一个就是 Casinosum Casinosum 就是可以这么说 是一种 从那个 那个 癌的 癌的细胞那里 是分析出来的 那我叫做癌体 Casinosum 那跟着呢 有一个都是大疗剂来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Casinosum 那Casinosum 那Casinosum的症状是 性方面的幻想 那些强迫性的 是比较多一些的 那Casinosum 我叫做梁石 叫做天仙子 是一种有毒性的草草药 那还有就是 Ignatia Ignatia 就是 铝宋果 铝宋果的特性 就是它是 极度 完美主义的人 来的 接着就是 Dina Iodum 那还有就是 Metalinum Metalinum 这个是一种 是由那个 是一些 就是 煤毒的毒素里面 提炼出来的 尿剂 接着是 水银 盐 盐 盐的人 通常是 很沉默寡言 情绪会收收起来 不会放出来的 那还有就是 硫酸钠 Natrum sulfuricum 左的就是 马前子 马前子是很常用的 通常的阵营 就是人是很敏症的 很敏紧 很敏症的 肠胃敏症 大便大小便敏症 这个是一个 马前子的 很多文明人都合用的 接着就是 Petina Petina 是什么呢 是白金 一种 金属的尿剂 女性 性幻想方面 性狂躁的 比较多 接着是Sorinum Pasitella Pasitella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三文仔 很多时候用得着的 就是白头翁 白头翁的人 Silica 直 Cephasegria Cephasegria Cephasegria的人的性格 很多时候就是 很 就是很 很 很谦卑 很骤人 但因此就 经常被人欺负 这个就是非燕草 Cephasegria 还有 Sharm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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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比较 曼陀罗 很多恐惧的症状 硫黄 怕热 很多皮肤的症状问题 还有 就是 霉毒的症状 质拍树 质拍 这个也经常用得着 质拍 苏羊 这个阵形的人 他常常觉得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想被人知道 比较敏感 接着就是 白泥露 白泥露 也是一个精神科里面 是经常用的 其中一个症状 他就是很容易 很怕冻 这些 就是说 在同外疗法里面 我们的经验库 资料库里面 是举列了24只同外疗法的疗剂 其中有些 有6、7只是很好用 以至是 彻底根治得到的 在遇到强迫症的问题 其实都挺困扰的 有些人 就开始吃西药 你知道 你不会停止一天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个年轻女孩 晚上在吃精神科药 你将来怎样呢 是不是 你 就是你30元仔 那你药继续吃下去 有一个问题 所以是很多人都很困扰 但很可惜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有很多好方法 但始终在我们的香港的医疗文化 社会制度 大部分人是被逼 只是用 那个西药 还有在经济那个方面 都是被逼 只是懂得用西药 所以 但当然 如果是 遇到真正的问题 你最紧要是 想办法真正医好它 不要因为制度关系 令到你处于一个 长期的病患者的困境 多谢袁医生今天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可爱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同类疗法疗剂? 什么来的? 有什么用的? 同类疗法疗剂已经有250年历史了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医疗系统 英国皇室都还在用着 所以又有人叫它做皇室医疗 哇 听说好像很厉害 在哪里有得到的? 在铜锣湾的陆创意健康店就有了 陆创意健康店有超过1000种同类疗剂可以给你选配 他们有超过25年的同类疗剂相关经验 可以说是全港品中最齐 服务最周到的同类疗剂销售店 除了逐只逐只配 他们还有疗剂套装 例如是家庭套装 就适合放在家庭门口 又有旅行套装 细细盒 方便带着周围走 那那家陆创意健康店在同类湾哪里的? 陆创意健康店的电话是28824848 网址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